大家好,今天说一个母亲从人贩子手中拯救儿子的电影《绑架大追捕》 花姐是一名餐厅服务员,周末带着儿子在游乐园玩耍 他的前夫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想要夺回儿子的抚养权 两人在电话争吵时,花姐的手机没电了 花姐准备带儿子回家,却发现儿子不见了踪影 花姐四处寻找,看到了一个肥婆抱着自己的儿子往车里面塞 花姐立刻想到自己遇到了人贩子 为了将儿子从人贩子手中救出,花姐立刻跑过去抓住汽车的把手 试图阻止人贩子的车,而人贩子加油甩掉了花姐 花姐的手机也掉在了地上 花姐想到自己的车就在附近,于是开着车前去追赶 人贩子见花姐紧追不舍,就打开后备箱往地上扔东西 想要制造车祸阻止花姐,还好花姐都躲了过去 人贩子却扔了一个车胎,花姐是躲过去了 但车胎撞到了后面的车,引发了车祸 人贩子见花姐依旧紧追不舍,就把刀架在花姐儿子的脖子上 威胁花姐把车开到别的车道上,不然就会杀了她的儿子 花姐为了儿子的安全,不得不把车开到另外一个车道上 但当她冷静想一想,如果儿子被他们绑走,更有可能遭到生命危险 于是花姐再次追上了人贩子,但始终与人贩子的车保持一定距离 没过多久,花姐发现车后有一名巡逻交警 花姐故意随意变到引起交警的注意,果然交警跟了上来 提示花姐靠边停车,花姐告诉交警自己的儿子被绑架的事情 然而交警还没听清楚说的是什么,就被人贩子开车撞击 夹在了人贩子和花姐车的中间 最终交警被撞晕,人贩子因为无路可走停的车 花姐和人贩子交谈后达成了协议 花姐带着肥婆到附近取宽点取出一万美金 他们就会放了花姐的儿子 但是花姐开车进入隧道时,肥婆一头杀死花姐 最终花姐把肥婆扔下了车 花姐穿上肥婆的衣服,夹扮肥婆 向另外一名人贩子示意,一切搞定可以走吧 但没过多久,人贩子知道了真相 就把花姐的儿子半身退出车外 再次问心花姐,花姐顾虑儿子安全停止了跟踪 花姐把车开到河边,告诉钓鱼大叔人贩子的信息帮自己报警 当看到别人家孩子时,花姐立刻燃起了救儿子的信念 花姐在路上四处寻找人贩子的车 突然在高雅桥上看到远处发生了一起车祸 花姐立刻开车前往车祸现场 发现撞进的车辆正是人贩子的车 但车里面没有人 花姐从周边的人了解到人贩子带着自己的儿子逃离了 并且告诉花姐周边有警察局 花姐在警察局报了警 警察让他耐心等待 花姐给前夫打电话时 看到警察局墙上贴满了失踪儿童的海报 花姐立刻意识到靠警察找到儿子的机会渺茫 于是再次开车寻找人贩子 幸运的是花姐遇到了人贩子 却在追击的过程中车没有停在了路边 于是在路上接了一辆车 但在和大叔说明眼有时人贩子的车直接撞了过来 原来人贩子把花姐的儿子关在了家里 开车回来想杀了花姐 最终花姐把人贩子夹在车上 送了手杀 人贩子被活活的拖死 花姐找到人贩子的身份证 在身份证上看到人贩子家的地址 于是立刻赶了过去 花姐用人贩子家的电话报了警 在仓库发现了自己的儿子 还意外发现了两个女孩 然而肥波赶回来发现了花姐 带着枪和狗寻找花姐 花姐带着儿子躲在了木桥下 但是肥波的狗发现了花姐的儿子 肥波准备开枪时 花姐把肥波从木桥上拉到水里面淹死 花姐回到仓库 准备救下另外两个女孩时 一个自身邻居的男子过来帮忙 但花姐识破了他是人贩子的身份 一天先打晕了他 最后就让他赶了过来 故事在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中母亲一次一次失望之后仍不放弃 过出生命寻找儿子 最终拯救了儿子 全天有些平淡 但更显真实 我是开乐公子 欢迎大家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